肥胖是一个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,近年来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流行病。 它被定义为身体脂肪的过度积累,使个人面临许多健康问题的风险。 据世界卫生组织称,肥胖是全球可预防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。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,自1975年以来,全球肥胖率几乎增加了两倍。 在2016年,超过19亿成年人,18岁及以上,超重。 其中,超过6.5亿人肥胖。 肥胖的患病率因地区和国家而已。 每周的肥胖率最高,那里超过60%的成年人超重,超过25%的人肥胖。 在欧洲,成人超重率超过50%,肥胖率在23%左右。 在非洲,成人超重率在38%左右。 肥胖率在10%左右。 肥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。 如今,许多人从事办公桌工作,其中包括长时间坐着。 缺乏身体活动是导致体重增加和肥胖的主要原因。 人体天生就是活跃的,当我们不经常使用肌肉时,我们就不会燃烧应有的卡路里。 高热量和低营养的饮食是导致肥胖的另一个主要原因。 快餐,加工食品和含糖饮料很常见,会导致体重增加。 这些食物热量高,而且往往缺乏必须的营养素,如纤维、维生素和矿物质。 经常食用这些类型的食物会导致热量摄入与热量消耗失衡,从而导致体重增加。 遗传学也可以在肥胖的发展中发挥作用。 研究表明,基因可以影响身体的新陈代谢及其储存脂肪的方式。 有肥胖家阻止的人本身更容易肥胖。 然而,遗传并不是唯一的因素。 健康的生活方式仍然可以预防或控制肥胖。 环境因素,如高热量食物的可用性和无法获得健康食物,也可能导致肥胖。 在一些街区和社区,可能很难找到健康的食物选择或锻炼场所。 这会使个人难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,并可能导致肥胖。 药物也会导致体重增加和肥胖。 某些药物,如抗抑郁药、抗精神病药和皮质肋骨醇,可以改变新陈代谢并增加食欲,从而导致体重增加。 肥胖与许多健康问题有关。 这些健康问题可能导致生活质量下降,甚至死亡。 肥胖会增加患慢性病的风险,例如二型糖尿病、心脏病、中风和某些类型的癌症。 二型糖尿病是肥胖最常见的健康后果之一。 肥胖导致胰岛素抵抗,使身体难以调节血糖水平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会导致二型糖尿病的发展。 二型糖尿病会导致一系列健康问题,包括神经损伤、肾脏损伤和失明。 心脏病是肥胖的另一种常见健康后果。 肥胖会增加患高血压、高胆固醇和动脉周样硬化的风险。 这些都是心脏病的危险因素。 肥胖还会增加发生心力衰竭的风险。 心力衰竭发生在心脏不再能够有效蹦险时。 肥胖还会增加患中风的风险。 当流向大脑的血液中断时会发生这种情况。 这可能导致永久性脑损伤,甚至死亡。 肥胖会增加发生血栓和高血压的风险。 这两者都是中风的危险因素。 肥胖还与患某些类型癌症的风险增加有关。 包括乳腺癌、结肠癌和子宫内膜癌。 肥胖增加癌症风险的确切机制尚不完全清楚。 但被认为与体内荷尔蒙变化有关。 肥胖也会导致关节问题。 因为超重会给关节带来额外的压力。 这可能会导致骨关节炎等疾病。 从而导致慢性疼痛并限制活动能力。 睡眠呼吸暂停是肥胖的另一个健康后果。 当气到在睡眠期间部分或完全阻塞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, 导致人短时间停止呼吸。 这会导致白天疲劳并增加事故风险。 肥胖的社会后果也可能很严重。 肥胖的人经常受到污名化和歧视,导致自卑和抑郁。 这会进一步导致不健康的行为, 例如暴饮暴食和缺乏运动。 高热量和低营养的饮食是导致肥胖的主要原因之一。 高热量、高糖和饱和脂肪的食物会导致体重增加和肥胖。 快餐是导致肥胖的主要原因。 快餐通常含有高热量、高脂肪和高糖分, 并且缺乏纤维、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必需营养素。 经常吃快餐会导致热量摄入与热量消耗失衡, 从而导致体重增加。 加工食品是另一个罪魁祸首。 加工食品通常热量高而营养成分低。 这些食物通常含有大量糖分、 盐分和饱和脂肪, 并且通常含有添加剂和防腐剂。 经常食用加工食品会导致体重增加和肥胖。 含糖饮料也是导致肥胖的重要因素。 苏打水、能量饮料和果汁等饮料的热量和糖分都很高。 经常饮用这些饮料会导致体重增加、 胰岛素抵抗和二型糖尿病。 饱和脂肪含量高的食物也会导致肥胖。 饱和脂肪通常存在于肉类、奶酪和黄油等动物产品中。 摄入饱和脂肪含量高的饮食会导致体重增加、 胆固醇升高并增加患心脏病的风险。 减肥和避免肥胖需要结合健康的饮食习惯和规律的体育锻炼。 目标是产生卡路里不足。 这意味着消耗的卡路里少于身体维持当前体重所需的卡路里。 通过产生卡路里不足, 您的身体将开始燃烧储存的脂肪以获取能量, 从而导致体重减轻。 减肥的方法有很多种最有效的方法取决于个人的需要和喜好。 但是,有几种有助于减肥的一般策略。 一、采用健康饮食、均衡饮食、加工食品、添加糖和饱和脂肪含量低,天然食品和必需营养素含量高,有助于促进减肥。 专注于食用营养丰富的食物,如水果、蔬菜、全脉和瘦肉蛋白来源。 限制含糖饮料和饱和脂肪含量高的食物。 二、控制分量、暴饮暴食,即使是健康食品,也会导致体重增加。 使用较小的盘子和测量分量,有助于确保您不会摄入过多的卡路里。 三、进行有规律的体育锻炼。 锻炼可以燃烧卡路里,增加新陈代谢,增加瘦肌肉。 目标是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。 这可以包括步行、跑步、骑自行车或游泳等活动。 结合力量训练练习也可以帮助增加肌肉质量和增加新陈代谢。 四、睡眠充足。 睡眠不足会增加饥饿激素,降低新陈代谢,使减肥更加困难。 目标是每晚睡7-9小时。 五、管理压力。 压力会导致暴饮暴食和体重增加。 寻找健康的方法来管理压力。 例如冥想、锻炼或与朋友交谈,可以帮助防止暴饮暴食并促进减肥。 六、保持水分。 喝足够的水有助于防止暴饮暴食并促进饱腹感。 目标是每天至少喝八杯水。 七、寻求支持。 减肥可能具有挑战性。 寻求朋友、家人或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的支持可能会有所帮助。 加入减肥计划或支持小组也可以提供责任感和动力。 肥胖是一种严重的健康状况,影响着全世界数百万人。 减肥是改善整体健康和降低患慢性病风险的重要一步。 采用健康饮食、定期进行体育锻炼以及改变可持续的生活方式都有助于成功减肥。 虽然做出这些改变可能具有挑战性,但寻求朋友、家人或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的支持可以提供动力和问责制。 以健康和可持续的方式减肥很重要,避免可能难以长期维持的速成饮食或极端运动方案。 通过专注于对日常习惯进行小的、渐进的改变,个人可以成功减肥并改善他们的整体健康和生活质量。